男人喜欢在网站装女人 他面无表情地用键盘敲出下流的话语 两个人互聊得火急火聊 眼看一个大叔乖乖上了沟 男人约大叔在水族馆见面 还说希望他能穿着外套 大叔乐得工作都顾不上了 急匆匆地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水族馆中 大叔矛定目标 叫住了一个金发大嘴的女人 女人见到这个陌生大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于是抬头不可置信地望着他 大叔则高兴地向他展示自己的外套 挑起眉毛摇头晃脑地再三确认 女人呆乱了两三秒 睁大的眼睛点着头说 大叔还以为女人在运营环具 开始大芳蒂先介绍起自己 还让女人用网站上的花名称呼她 女人依然一头雾水 大叔反倒感觉女人有种高贵的神秘感 这让大叔更加兴致勃勃了 女人再也忍不住大叔冒昧地挑起 终于准备开口确认身份 随后大叔开始不亦乐乎地展开两性话题 恨不得赶紧揭开女人虚伪的面纱 但女人显然被逗乐了 因为他终于知道是谁在搞恶作剧了 原来女人和男人因拍照结实 也知道他有在网站上聊男人的癖好 女人向大叔说明他被骗了 大叔羞愧地直接跳了起来 并向女人诚恳地道了歉 这的确是一场网聊奔现翻车失落 不过大叔肆无忌惮地语言骚扰 并没有引起女人的脑梦 女人只是笑着结束了这场闹剧 看着女人咧开大嘴笑得开怀的模样 大叔也开始释怀且动心了 出了水族馆后 大叔还买来亲戚球作为礼物 再次表示了自己的好感 谁能想到两人因这场闹剧结缘 慢慢走到了一起 至于制造这场闹剧的男人 则是个有着花花肠子的风流作家 他希望将任何有魅力的女人都占为己有 但对于深爱着自己的女孩却无动于衷 男人与女人相识于宣传新术的拍照 在隐谋中 男人为这个金发大嘴的女人着了迷 她有着不同于幼稚女孩的女人味 站在摄像机后面就能洞察人心 男人开始似有若无地表明心意 女人也慢慢有些沦陷 但得知男人还有个年纪上小的女友时 女人坚决地拒绝了她 因为她曾经也被出轨过 如今的女人自然不愿意做破坏他人感情的第三者 就在这时 男人的女友来了 她的确是个还留着稚气的女孩 但也有着独特的魅影 可男人偏偏吃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 在女孩上厕所的空隙 男人又和女人调情示好 希望女人对自己投怀送抱 甚至说没有女人她就活不下去了 面对男人有些耍小孩子脾气的要求 女人感到无理取闹 将男人送走后 女孩却回来了 正当女人在为女孩拍照时 女孩很淡定地和女人坦言 她听到了刚才两人的调情 女孩强忍着内心的失落在吐露心意 但女人也说明自己的前夫出轨过年轻的女孩 自己不会当一个小偷 看着女孩落寞却又倔强的背影 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悲伤 女人开始扯开话题寒暄 但女孩忍无可忍 她忽然转过头来 女孩的眼眶强忍着泪水 楚楚动人 仿佛下一秒就要痛哭流涕 于是女人为她拍下了这张照片 敏感脆弱却又迷人 不久后在女人的照片展上 女孩这张含泪转头的照片展出了 女孩正站在自己的照片前出神 她的孤单背影吸引了大叔观照 听到女孩一脸无所谓 却精准地说出照片背后的含义 大叔被勾起了兴趣 她进一步地探索起女孩的内心世界 在女人的照片展上 所有的照片都显得精致动人 但是在女孩的眼里 这些被偷拍的陌生人 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心碎 但是给他们照相的人捕捉到了每个瞬间 所谓的艺术家与名流们能够欣赏到美 但只是因为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至于照片背后的内涵却无人问津 大叔听到女孩直言附庸风雅的人都是混蛋 感觉这个女孩确实坦率可爱 当大叔问起女孩的男友时 女孩转头示意 不远处的男人和女人正在暧昧 大叔也停下了对女孩进一步地抚摸 因为他刚和女人订了婚 这样一场邂逅就此打住 但男人却对女人穷追不舍 非要逼他说出真心话 哪怕女人已经这样拒绝了他 男人还是认为女人在撒谎 他能够感受到女人对他朦胧的好感 谁能想到 在男人的隐忧下 女人真的就伪身于他了 看来人心都经不起诱惑 心痒痒的感觉总会带给人刺激 当女人接受了男人的拥吻时 他也不再心怀愧疚 不再因过去的背叛克制自己 只因自己曾经也被前夫出轨过 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当男人和女人情到深处 男人希望女人和大叔摊牌 自己也和女孩摊牌 这样一来 这对出轨的人就能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但女人终究不如男人崛起 女人看着刚刚出差回家的大叔 心中的惭愧涌了上来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开口 大叔的第六感很准 料到女人有了第三者 于是坦言自己担心他会离开 也许下一秒他就要告别 被看穿了的女人抬不起头来 只希望男人能不要追究 哪怕女人深情表露自己爱过他 但男人再也掩盖不住怒火 一遍遍地问女人和男人亲密的细节 要将她的隐私都扒光 以此羞辱女人 另一边的男人和女孩 显然也吵得不可开交 男人显然占据了感情的上风 他被女孩苦苦哀求不要走 但还是坚决地再三表示 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 女孩哭着恳求他再抱一抱自己 男人便将他拥入怀中 显然男人也因女孩的眼泪心软了 抱紧了他 但随后又淡然地离开到厨房摆弄东西 就在这个空隙 男人在转身时 发现女孩已经不见了 他就这样头也不回地离他远去 只见新人笑 不闻旧人哭 失落的大叔来到了脱衣舞厅 他恰好看到了做脱衣舞娘的女孩 女孩似乎已脱胎换骨 戴着粉色假发 不再流露真情 在裸露的女孩面前 大叔却不没那么渴望肉体 反倒渴望和他真心交流 但是脱衣舞娘不是走心的对象 听到大叔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往事与心事 女孩却像戴上了冰冷面具一样 是一个冷漠的局外人 只是尽情展露着自己曼妙的身姿 但大叔不能触碰女孩的身体 反而还得不断加费来换取和女孩的交流 但女孩只是嬉皮笑脸地用假命糊弄她 大叔被女孩的不走心激怒了 但女孩像一只猫一样躺了下来 大叔健壮上了头 变本加厉地将小费塞到她身上 但女孩仍然不告诉她真谜 大叔大吼着发飙 大叔肆无忌惮地羞辱着女孩 但女孩神色冷淡且倔强 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任何真实信息 看到大叔崩溃地要求女孩告诉她真话 看到女孩如此执着本意 大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自己面前 春光乍蟹却无法触手可及 之后大叔和女人签署了离婚协议书 但要求女人和自己再做一次床试 女人在大叔的威胁下妥协了 但她身上沾染了大叔的气味 让男人闻到后勃然大怒 男人决心与女人分开 第二天 男人甚至被雨淋湿了头发 也要赶来见大叔一面 两个男人开始了巅峰对峙 在大叔咄咄逼圆的审问下 男人本来要算账的气势也被打退了 果然男人最懂男人 男人的却只是个自私的浪子 他不过只是想占有女人 心中却从来没有爱 所以只会维持短暂的恋情 在迅速地抛弃后另寻他欢 争吵到信头上大叔直接破口大骂 男人被吓得抽气起来 不过大叔还放了一个狠招 他给了男人女孩所在的脱衣舞厅地址 并说明自己睡了她 男人回到了女孩身边 追问她是否和大叔睡了 但女孩被追问得欣慰所然 因为曾经她遭到了背叛 却一句话也没有逼问过男人 在那一瞬间 她不再爱她了 看着男人迷惑不解的眼神 女孩的心意已决 也许爱情从来只是幻影 在这个欲望都市 女孩决定放下对爱情的幻想 她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举举独行 风吹起她的头发 那些刻骨铭心又复杂混乱的爱 她都将学会潇洒放下 离开那些纠葛与不舍 大步向前走 这些纠葛与不舍